我們是這個開放網路的進行委員 今天介紹的場地是摩滋公僚 各位好像覺得沒來過的人 所以講一下摩滋公僚就是這個摩滋家Foundation 站住給這個台灣摩滋社群的一個場地 所以我們為了 為了當報告說我們有好好使用這個社群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請大家登記一下名字 所以剛剛都有跟各位聊一下 目的就是為了登記名字啊 我們就要交一些報告 那摩滋公僚他們在關注的議題 例如是WiFox這個browser 然後他們會做一些中文化的工作 跟一些小套件的開發 然後他們也非常關注這個網路自由的相關的議題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他們的社群的網站 還有Facebook的這些網站 看一下他們在做什麼 那今天講的這個 開園教的主題是 正清述作文 因為很多人都網上圖片在哪用 都不知道 都沒有想要去研究它 到底能不能用 這圖片到底是什麼樣的授權方式 可能會因為這樣會侵權而不是吃 所以我們就特地請老師來講這個題目 讓我們認識一下 怎麼樣去看一些 在網上有可能會遇到的弱權的問題 然後你才能夠開外熱熱的使用這些網路的資源 那我們就請這個文老師幫我們開始講一下 好就是 我是我叫一婷我叫公一婷 那網路上 這是我現在認識的事務所 那當然他也會變我前東家 那我在網路上其實事務所的專業的部分 有在做一些直播的分享 可能就是每個禮拜用 那個禮拜比較 討論度蠻高的一個 跟資群相關的新聞 然後用直播大概半小時時間左右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那個新聞 會涉及到的一些智慧才能提問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助作權 然後為什麼有時候在網路上找了一些 看起來好像蠻OK的資源 就用下去之後呢 就發生了一些問題 再來就是現在其實也有很多這個 資源庫呢 他號稱說他是免費的 然後大家可以自由使用 但是其實他有時候會在他的license裡面 其實還是會放了一些限制 他不見得是完全的開放 授權的 我們今天會用三個圖片庫的這個授權條款 帶大家看一下他們的條款是怎麼設計的 那當然最後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會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是著作權 可是有一些作品呢 他本身他也可能是人家的商標 所以有時候當我以為我只是 搞定了著作權的問題之後 可能不小心踩到了會是商標權的問題 那這一塊可能是看後面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可能在一開始之前呢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有發生過著作權的問題 還是說你們自己對著作權有一些認識的嗎 就是你們自己有沒有可能用了人家的東西 然後被人家來警告啊 或者是自己的公司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沒有嗎 或者是你們你們工作上 或者是自己在做一些自己的興趣的時候 會不會很容易碰到那作權相關的部分 之前有那個之前在有當過採訪編員 然後或者是在自己寫一些演示專案的時候 呃我們公司那邊的人都會叫我們自己去編譯別人的文章 然後是用別人的圖片 可能是一些外國網站或是 可能是別人的外國人的部落可能 嗯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自己會覺得 平常找國內的東西在配圖的時候 我會去搜尋西西林的圖庫 但是碰到這種國外網站或是什麼的話 我會覺得很難去辨別 譬如說我只是tag他的 哪裡會有網站 我到底算不算是留守的這個權利等等 大家要聯絡到原作圖就感覺不錯 OK 好 那這個我想後面有一個區塊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一開頭呢就先來討論說 那到底什麼是著作權呢 那在講著作有沒有權利之前要先確定 什麼東西是可以有著作權的著作 不是我們看到的任何東西它都有著作權 那著作權法上定義的著作呢其實有包含一些 要解那現在依照可能說依照法院的解釋啊 依照法院判決的解釋去做累積之後呢 大概有這上面秀出來的四個標準 第一個它必須是要有原創性 原創性指就是我並不是自己去抄襲別人的東西 我們是依照我自己的想法 依照我自己的創意去把它做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它是人類精神上的創作 就是一定是我們人經過我們的思考之後 去產出來就是把它創作出來的結果 所以像最近就會大家可能會發現 有很多人開始在討論說那AI做出來的音樂 或者是AI它做出來的其他的作品 它能不能是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因為我們現在講都是說 都是應該叫人創作出來的才叫著作 那但是因為AI人工之後 它可能因為透過一些很多這個學習之後 它其實背後支撐它是電腦程式的東西 可是它有學習能力 那之前也有一個AI人工智能 它創作出音樂一首歌 所以那時候大家開始討論說那 照現在科技發展 AI它產出來的作品 有沒有做作權保護 那或者是國外呢 有一些很有名的案例 比如說有一隻猴子 它去按了攝影師的 它就是無意間去按了攝影師的相機之後 拍出了一張還不錯的自拍照 那那個照片到底應該是攝影師的 還是那個猴子的 那時候在國外也還蠻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好那第三個其實還蠻重要 就是它一定必須要有表現形式出來 什麼叫表現形式 就是它必須是有形體的東西 它不能是我說我在腦袋裡想一想 這個就是我的著作 我必須把它表達出來 所以像很多人他會覺得說 其實像很多大家在討論說有沒有抄襲啊 抄襲這個字其實在著作權法上定義蠻曖昧的 因為你翻遍整部著作權法其實並沒有抄襲這兩個字出現 那有時候大家講的抄襲 它可能會是屬於說它模仿它的風格 它模仿它的概念 但是它們表達出來的方法 可能不見得是真的是有說 著作權法上覺得有侵害的一個問題 舉例來講 像以前扮折植樹很紅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發現那陣子的廣告 很多演員可能都打扮得很像扮折植樹 或者是廣告的一些配色啊 用字的字體啊都很像扮折植樹 它們那個電視劇用的那種slogan的感覺 那大家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大家都可以這樣用呢 它們沒有侵害到它的作權嗎 因為它們可能用到的是它那個配色的概念 但是它們表達出的東西其實是那一支廣告 或是那個海報的內容 所以它如果只是單純去學它的配色 去學它的一個角色的造型的話 這個在著作權法上有時候也不覺得它是侵權啦 可是對於網路上的民眾來講呢 可能都會覺得說你這就是抄襲 那但是所以抄襲有時候會 到討論到之後它會變成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啦 因為法律不見得能夠制裁到它 那第四個呢 是要做可以表現出作者的個別性啊 比如說我今天跟你在講話的時候 我隨手拿著 我隨手拿著 我隨手用筆在旁邊的紙 可能簡單寄了幾個字 把我們的對話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部分把它隨手寫下來 或者是小朋友在紙上隨便畫一畫 這個東西有時候會覺得說 它好像也不是一個著作 因為它並不足以說 它是不是有想要表達什麼重要的 就是它有沒有什麼 它想要表達出來的它的創意在哪裡 它到底想要透過這個作品表現出什麼東西 這個可能隨手寄啊 或者是隨便畫一畫都沒辦法 有包含到這些東西在裡面 然後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著作權法有規定 下面列出來這五個 你的東西雖然可能符合前面的四點 可是呢我們的法律說 它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法律條文啦 第二個呢就是我們主管機關呢 可能像政府機關可能會自己在做一些法律的解釋匯編啊 案例會編啊 那這個可能也是第二條在講的東西 那第三個就是 一些通用的名詞符號啊 數字啊 表格公式等等 第四個就是在講說 我單純為了表達事實的新聞報導 所做成的語文著作 可能就是今天外面發生的車禍 那記者只是單純說今天幾月幾號 什麼時候在哪裡發生了一起車禍 那第五個就是我們主管機關 依照法令去舉行的這些考試的試題跟備用試題 所以當考試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很多題庫大家都在用 因為它可能不見得有著作權的問題啦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說有一些解題庫 我要怎麼去解題 因為每個人解題那就已經不是試題的範圍了 每個人解題的方式跟他的手法不同 所以怎麼去解題這件事情呢 就是那個解題老師他的著作 這個就不在這個方式裡面 請問一下 那以第一款來說 它的草案會有什麼作權 草案的部分 要看是 也是說各個主管機關題的一個版本 然後人民團體題的一個版本 那它還不是吧 這個 如果是主管機關定的我們一般會覺得它有啦 它有這一條啦 但是如果是人民團體啊 或是請教授來做一些草擬研究 這個就不包含在這邊 對 你覺得很A 所以你這樣講的話 比方說 A正式人物 或A委員 把其他委員的草案 拿去之後 隨便加幾筆 就出去說這是我的草案 這樣這個時候你的草案 我們就可以告它說你違反著作權 這個可能除了侵權之外 還有會有那個誰是著作人的問題 對啊 就是那還在草案階段 然後可能是以下政黨就傳來傳去 結果大家都知道這是A委員的 做出來的草案 把他的氣力做出來的草案 然後他某一個B委員就 隨便改改沒改 也許沒有到很多 就把它提出去了 嗯 然後後面就說 欸這是我的草案 然後我的公 抱歉 這個功勞 就是這是我的草案這樣 對,因為當他還不是立法院通過的草案的時候 他都是大家私人的著作 可是我們像會覺得說 如果他還不是經過立法院三審通過的草案 然後要再繼續去做一些送神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覺得他 他還是你私人的東西 對 那當我們大概知道什麼是著作啊 然後這些是我們著作全法有列出來 現在有受保護的著作 那當然可能平常最常接觸的就是語文啊 音樂啊,美術,圖形,視聽,錄音 錄音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那個CD片啊 我們現在講說CD片啊,錄音帶動 錄音著作 然後建築 電腦程式著作就是每天工程師都會碰到的東西 然後甚至包含我現在在用的這個PPT的軟體 它也是電腦程式著作 所以其實這裡面這十個我們日常生活中 其實大家可能就會開始發現到 欸,我生活周遭很常碰到這些東西 我每天上班碰到的都是電腦程式著作 那可能像 呃,剛剛 剛剛有人說他以前是在做整個採訪編輯 他碰到的就一定都是語文啊,攝影啊,美術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們生活周遭很多東西它都是我們著作權法講的著作啦 那當然也有一些不是啦,就像我剛剛講的 可能我只是隨手在紙上面記一下我們兩個下面的對話 我覺得什麼記一下一些關鍵字這種可能就不是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什麼 著作權呢,他其實有分成人格權跟著作財產權 然後統稱叫著作權 那因為他把它分成了人格權跟財產權之後啊 其實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有時候人格權跟財產權都是同一個人的,就是作者的 可是有時候也會因為可能他有做一些合約的約定 或者是說我是公司的員工 然後幫公司做了一些著作出來 然後或者是說我可能跟人家簽約 把我的某部分的權利賣給的人家 所以會造成說有些作者他一定會享有人格權 然後因為人格權是不可以去轉讓給別人的 他就是跟著你這個作者的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會發現說 欸,我想要出版某一本書的時候 我一定是想說我要找作者最快 就會可能我找到這個作者呢 他跟我說這個是我沒辦法決定 因為我的財產權在另外一些出版車層上 或者是當你像員工可能 你幫公司做了一些作品出來之後呢 人家覺得說設計師是你耶 所以他想要跑來找你說我想要參考你的這個東西 那你可能也會跟他說 可是這個決定權在公司 雖然是我做,但是決定權在公司 所以這個可能是大家要留意到的啦 因為有時候新聞或是網路上的一些文章 有時候用字會比較龍頭 那人格權呢 他就是為了要保護你著作人個人的一些名譽啊 聲譽啊 或是一些我們講的人格上的利益 所以他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是公開發表權 我著作人完成一個作品之後 我有權利去決定我要不要把它公開出來 我可以做完之後我就自己收著 所以有很多作家畫家其實在敘事之後 大家才發現說他其實申請有很多沒有公開發表過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公開發表權的 他可以去選擇 所以如果今天作家他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不想要現在發表 結果他的小孩或者是他的經紀人啊 或是任何人不意間發現他有一個這麼好的東西還沒有發表 然後就見列欣喜 想說我趕快幫你發表可能賺錢啊 然後他就自己跑去把它發表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作家是可以去告他的 因為作家並不想要把它發表出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姓名表示權了 姓名表示權是指說 著作人他也是有權利去決定說我發表的時候 我要用本名我要用我的假名我的筆名 還是我可以同意說我不要把我的名字秀出來 所以像剛剛有人說他把我東西拿走 看了拿我的東西然後說是他的 其實你有可能侵害人家的姓名表示權啊 因為你並沒有把他的姓名表彰出來 或者是說人家明明已經跟你講了我不要標名字 我要匿名發表 結果你還把他的名字秀出來 這其實都有姓名表示權的問題啦 那第三個有兩種說法啦 一個有人說他是禁止不當變更權 也有人叫他同一性保持權 那他講的其實就是今天我的作品可不可以被改 可以被改嗎 但是你改的方式會不會造成我人格上的 就是我的生意會不會受損 我們拿這個同仁創作來講 以前曾經有發生過一個漫畫作者呢 他很不高興他的東西被他的粉絲拿去同仁創作之後呢 演了一些情節 就是有一些愛好者他可能會把他寫得比較有一點 新山壽或比較暴力等等 那個作者他其實不喜歡人家這樣 所以他要主張就是說你有禁止不當變更的問題 因為你把他改了之後 人家可能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原作就是這個這樣子的東西 或者是你把他改變改的太爛了 譬如說電視劇也太難看了 人家會不會也會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原作本來就這麼難看 所以這個就會是禁止不當變更權去討論的部分 你現在講的這三個 如果能割權 分開了之後怎麼看 比如說曾經設計師 他未公司寫完體 都是有人割權 是公開發表姓名表示跟不當變更 拆彩權都是在公司上面 這三個是人格權 所以我員工 就算幫公司寫完一套程式好了 公司不可以對外說 這個是另外一個員工寫的 但是他也可以不講出這個員工寫的 他也可以去說 他也可以不主動想說這是員工寫的 但是員工可以要求他說 你一定要讓外界知道這個城市的作者是誰 員工可以去要求 員工可以去要求 對 除非說 除非 除非員工可能跟公司簽過一些文件 是約可以 override 對可以去約定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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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你跟公司有没有不小心签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三个如果有公司的失约的时候是可以就是改过去 对,公司不可以说你没有这些权利 但是公司可以做到说你同意你不对公司做这些要求 对,那其实比较一个比较尴尬的是第三个啦 因为我们产产学会讨论说你同不同人家把东西做改做 可是人家当人家改做完的成果变得很烂 比如说小说的作者同意电视剧去做改变啊 可是电视剧改变完之后真的是剧情太烂了,变得太烂了 然后造成那些观众会去质疑说会不会原作本来就这么烂 好像他就是从财产权去影响到人格权的部分 所以第三个比较容易会让大家比较困惑啦 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关系 对 公开发表的使用是一样的 对,公开发表讲的是我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发表出来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啊就是有些画家作家 他自己在他自己创作网上就收着了嘛 所以我们世人并不知道说这个作家曾经做这种作品出来 那我今天公开发表全管理是说我要不要把这个画作 我要把这一部小说把它发表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有它的存在 因为像我们在公司里面写词字嘛 就会让公司是不会比较公开发表的 那这种状况就是 就是我们以前的可以自己发表 还是说要照公司跟你签的 约定来走 这个时候就是要照公司跟你的约定来走 因为就是你会变成说你消极的 或是你同意完成后不公开发表 或者是还有个特例哦 就是公司跟你签约的时候有说你完成任何东西都是以公司为助作人 对,如果是这种状况下的话你也没有选择余地 对,因为你完成之后的东西就是公司的了 然后也是公司当作人当作助作人 就是你没有使用权 对,你没有使用权你也没有人格权 因为你有更特别更特立的一个约定 叫做这个东西完成之后呢 助作人也是公司 对,那如果你都没有签这种东西 照我们现在助作权法本来的规定是讲说 人格权是作者的,然后财产权是公司的 对,就是都不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就是照助作权法的规定走 那当然你们有更高于助作权法的规定 就是照你们自己的合约运走 有财产权益就是说,拥有财产权的人可以在地使用这个作品 对,拥有财产权的人现在就是财产权的部分 有财产权的人他就可以用上面这十种方式去利用他的这个助作 所以假设说今天员工跟公司的约定是说 员工还是助作人 然后但是财产权是在公司手上的时候呢 通常啦,通常在公司的角度他都会要员工不可以公开发表 那员工可能就也签了啦 所以你就算你完成了,你也不可以主动把它公开 你要让公司选择他什么时候要把它公开去来吗 那之后公司到底要怎么去重置啊 要怎么去把它做一些改作等等的 这个因为员工没有财产权 所以他也管不到公司怎么去利用这些东西 那财产权的部分呢 助作权法现在有规定上面的十种 我特别用那个橘红色标出来的是 呃今天会特别提到的 那也是我们日常生活最容易碰到的啦 第一个是重置权 公开口述、公开播送、公开上映、公开演书、公开传书 公开展示 改作跟编辑它是放在同一条款 同一条里面,所以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散布跟输租 那我们这边简单讲一下白色字的部分 公开口述就是讲说 我今天可能说我有一份讲稿 然后我就把它朗诵出来 或者是我朗读一篇文章 这种就叫做公开口述的部分 公开上映呢 就是像电影那样子 做一个上映的影片的利用 公开展示它会常常出现在美术作品 因为作品要把它 比如说画作啊、摄影的这个照片 我要把它展览出来 它就是一个公开展示的部分 出租的话就是像影音光碟片啊 我要让它用出租的方式去让人家做利用 这个是出租权 那我们现在比较详细的去讲一下 特别用别的颜色标示的部分 重置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我们用电脑的时候 一定最常按右键复制 或者是把档案拉来拉去 拉到这个资料夹 复制到那个资料夹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到的重置 那其实重置在做作选法上 它基本上就包含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做copy的行为 像我们说在用电脑的时候 我复制文字就是右键复制嘛 然后可能我的档案存来存去的 这边一个备份那边一个备份 它也是一种重置的行为 或者是今天有一篇文章我本来存在电脑里 然后我把它印出来 或者是我把我的印出来的报告再拿去复印 或者是你们现在在对我的今天的讲座做录音录影 这都是一种重置行为 再来 或者是像很特殊的 我今天有一个剧本 但是我用一个演出或播送的时候呢 我把它录音或录影 这个我们会认为说 你在对这个戏剧做一个重置的行为 所以我们去看电影啊 去看现场演出表演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你们不要录音或录影 因为你们触犯的会是一个重置的 这个行为的部分 现在要注意到就是它有包含 其实我们电脑常常涉及到有所谓的战存档的问题 战存档在法律上会认为它就是一个重置的行为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战存档的部分 好 接下来是改作跟编辑 改作其实就是说我有一个原作 然后我在用其他的方式呢 以这个原作为基础去做一些改编 改编的方式可能包含 像小说可能就会翻成各国语言 就是翻译 它算是一种改作 改写 改写就像是小说把它改写成这个电视戏剧的剧本 我把它做改写 或者像同仁创作常会出现说 他可能用原作里面的一个情节 或者是他整个故事背景 他针对某个情节再去做一些延伸 再去做一些自己新家进去 新的创意进来 或者是像作曲家他做完谱完曲之后 他其实我们会发现他们常会讲的叫编曲 编曲就是像今天可能歌手或是作曲人 他谱完那个乐谱之后 他的音色要怎么呈现 他用哪一些乐器去把这个曲调演奏出来 甚至现在电脑可以做一些电子音等等的一些特效 他都算是编曲的一部分 或者是拍摄影片 这个都算是改作的行为 改作它最后产生的东西 我们就叫它衍生创作 那这边跟大家提一下 衍生创作的 它其实是属于新的作品 所以我今天取得原著作人同意 说我可以拿它来改编之后 就会产生两个著作了 一个是原著作 一个是改编后的著作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发现 这两个东西的著作全人是不同人的 我们拿电视剧来讲 作者他就是原本的一个著作小说的作者 然后呢拍电视剧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这个编剧团 去基于这个小说 把它改写成适合拍成电视剧的一些情节 去做一些浓缩 或是加一些新的情节进来 那那个电影剧本 那个电视剧剧本 它就是一个演成创作 那这个电视剧本呢 通常会被约定成是属于电视公司的 就是这个剧组的 它可能也不是什么总编剧 或是编剧团自己的 它可能就是属于公司的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 作者自己有一个小说的著作权 但是电视剧的剧组呢 它也有这个电视剧本的著作权 所以后来有时候我们会看新闻 发现有些有时候 作者在跟电视剧吵什么呢 就是电视可能发现 第一季红了 他就想说那我自己 接着写第二季好了 可是因为原作者 他自己没有写出第二季啊 那我们就请自己的编剧呢 再用我原本的电视剧本 继续写第二季 那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吵嘛 你到底是侵害我的原著作 还是我是基于我 经过你同意的衍生创作 我再继续做下去呢 我到底是不是 我到底需不需要你原著作的人 同意我继续去做 你根本没有写过第二季 这个就是大家心目张 那边吵来吵去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编辑权啊 编辑会把它放在改作 是因为有时候编辑会涉及到说 我把它选入编排在一些编辑作里面 比如说像论文集 论文集或是有一些文学单位 会出那种什么散文集啊 这种的 他就是把每一个不同作者的文章 放在同一本书里面去做编辑 当然 出版社的编辑呢 他不可能 他通常不可能说作者给他什么 他就是原文照看 他可能会跟作者协调一些 我可不可以哪边你的标点符号啊 或者是你表达的方式 要不要再修饰一下 这个可能他们会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看到 像现在有一些戏剧或漫号会去演 出版社的一些生态啊 大家可能会发现 所以为什么里面会演 编辑跟老师 常常在沟通东西可不可以改 或者是改完 编辑要自己改完一遍给老师看 这个就是编辑这边在做的事情 公开传输也是现在最常遇到的啦 比如说我们上YouTube去看影片 或者是我们现在常常用这些线上影音啊 什么爱奇艺啊LINE TV这种 他们在做就是公开传输 公开传输就是通常就是用网络这个技术 去把声音或影像传输给大众 而且这个接收人是观众 他可以自由地去选择 我什么时候要看你这个东西 他并不是跟你同步的 所以如果是那种直播直播完他就结束了 他可能没有传输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是上传一个影片 然后你随时想要上YouTube看都可以看 这个就会是传输的问题 然后像这种LINE TV他做的是线上 随点随看 所以你也可以自由选择时间或地点 去把它下载观看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可是我没有下载到我自己的电脑有个档案 大家要想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暂存档 其实我在我上YouTube去看的时候 其实YouTube他那个影片那个档案可能会在你的浏览器里面 或是在他的伺服器里面会在你这边产生一个我们叫暂存档的东西 当然你看完他可能就删掉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有在做一些下载的行为的 所以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线上的影音 其实他都是公开传输的一部分 再来就是 师傅我想问一下说 包含赞存档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有很多比方说最早的就是最早是snapchat 然后现在很多的所有的直播都会设有个功能就是自动自己销毁 可是这个销毁第一个是在技术上他本身就有暂存档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如果有的是比较最笨的是用就方拍的方式拍 一个是我从技术上我可能是用暂存档下手 或者是我另外有的技术去不管是复制机有什么技术 把那个东西再拿出来 这样的话中间这个本身 第一个是他如果用说我有设销毁或者是privacy这样 这样的动作到底算是所谓的公开传输 或者是私下传输 这是私下传输 再来是如果用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又怎么去界定说他的那个 著作权的问题 当然他一定还是有他自己的人格权 是比方说他是有没有公开其他人都会用这个问题 因为比如说很多软体就号 最早是snapchat号称说都是私密的 可是这个其实在技术上有点争议就是到底怎么去定音 是不是真的叫做来个私密的问题 这样讲我让你理解 你刚刚讲的那个暂存档是说他没有去强调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比如说WARD中间 或者是浏览器里面本来就有暂存档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是假设我们今天不管是用IG用snapchat 他有时候都会已经有一个强调功能说他会定时销毁 或者是自己销毁这一类 或者是一对一的传输讯息他自己会销毁 可是这样的所谓的销毁功能 他其实在技术上都不是没有物理上的这种可靠度的时候 那这种的销毁大概就比较公开 你说的是比如我跟人家传东西 比如我在LINE上面传东西好了 然后外来的伺服器里面可能会暂存一份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这个我刚刚其实说有点难想象 我再想想好了 好 这应该是指你的使用前吗 你可以公开产生这个部队 就是现在讲的是使用前的部队 对 所以又又 你是 你是 JJ JJ 对 我最近对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种争议就是 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 说不可以违反私密通讯 所以比如说我们早期传统 我写一个依旁信实体信 不可以把它公开给别人 然后 可是在现在很多人比如说以前就是在 Snapchat 说我给你的Snapchat是有 私密性的 他就claim说因为我会设销 可是 这个销毁功能就常会被破解 所以但如果 这样的破解的方式 不管它跟利用普通经测的破解方式的时候 那到底所谓的这个 还没有私密性这个问题 我就不晓得在法律上目前怎么看待这些真理 如果是为了要保密这件事做的措施 他可能不会是出作权法在讨论的部分 我再想一下 好啊好啊 你再想想 但是我们刚刚结束之后再继续聊一下 然后这边是公开演出啦 就是像我们看那些 演员啊 戏剧啊 舞者啊 歌手 他们去把乐谱弹出来 把歌唱出来 这些都是公开演出的部分 所以 因为戏剧它一定也是要写成剧本 然后演员在依照这个剧本的用这个演出的方式把它演出来 所以它就是一种公开演出 而且然后后面呢有一个标示出来就是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所以呢 会发生 本来它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吧 但是我们发现可能观众到外围去 那我要怎么让外围的观众也看得到呢 我就会用扩音器 或者其他的器材 去把它扩大 所以比如说像学校在广播什么早晨 早晨停操歌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现场演出有时候比如说里面在演 但是外面可能会有个草坪会搭设草坪然后拉了一个那个 布幕也是做现场直播 这可能就是也是属于公开演出的部分 然后就是公开播送 刚刚那个就是 你说这个吗 对对对 就是想要问那个像街头艺人 嗯 或是歌唱节目比赛 就是都有这个问题 对 因为像街头艺人他们的问题可能就是 他唱别的歌手的歌的时候 他他可能很难跑去找 找这个唱片公司或是找什么机款团体 去说我要取得你让我公开演出你歌曲的授权 但是这个可能像因为集团集管团体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打包给你一包歌曲库的一些权利啦 所以如果说街头艺人他可以去了解的话可能这方面可以避免 但是像那种快闪的这些 真的是很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而且有一些歌手不是会发生说 韩国或日本的歌手来台湾唱他自己的歌 只有制作单位被告吗 就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歌手不等于有那首歌的著作权 因为歌手第一个他他可能也不是自己作曲自己唱啊 他也是别人公司帮他找了作曲家写好歌 他也只是把他唱出来嘛 那或者是说他虽然是自己作曲的 但是他可能因为跟公司一些合约的关系 他做完曲之后这个歌曲的著作权是给公司的 所以虽然这个歌对大家来讲都是他 这是他的歌 是他在唱的歌 可是著作权不是在歌手身上 所以就会发生说 主办单位可能没有先去跟这个 著作有著作权的唱片公司 或是集管团体讲 取得这个公开演出的授权 结果歌手上台一唱之后呢 反而就清选了 所以这个也是公开演出的部分 这个公开播送 公开播送跟公开的 跟公开传书呢 他有个差别在于 公开播送有限制他是在用广播系统的方式 所以广播系统的人就是讲 有线电无线电这种广播系统去传递 把这个声音或影像出来 就像我们听广播啊 或者是看电视 这个都还算是广播系统的一环 但是他跟用网路去把它传递的公开传输就不一样了 所以公开传输跟公开播送是用他用什么方式去传输这个技术去界定的 一个是广播系统 然后一个是网路 所以这个这个以现在来讲有时候会蛮难区分但是可能就是用广播跟网路去区分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是用网路的方式的话都是公开传输的 现在就是之前诸作权法修法的时候就觉得说应该是要用技术去界定 因为更早期的他们的那个草案的那个讲的方式大家都看不太懂 所以他们后来决定说好像应该用技术去界定这两个权利 所以现在用一个用网路一个用广播 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公开传输需要是观众可以随选 配合选选择实验问题很想 那网路直播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感觉好像比较广播的公开播手 但这样子的话就不是技术作为这个区分的标准 应该说网路其实也是一种有无线的感觉方式 有线无线的网路也是一种有无线的 那在现在一般常见的不管是YouTube直播 或是比如说直播平台这类的感觉 比较会相似的感觉 下一个那个 他如果直播完就断掉了 然后他也没有回放 我会觉得他真的会比较像公开播送 因为公开播送是同步型的 你没有回放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说他今天直播完 他的影片是留在上面 还是可以去看 你只是没有跟上他正在直播那个时候 可以跟他互动的话 那他还会是公开播送 直播这个部分是公开播送 然后留下来的部分是公开播送 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在唱个跳舞 然后我把他直播出去 我就侵犯他的公开播送 然后如果我把我直播完留下来 或者是我把他录影然后传上去 我就侵犯他的公开播送出去 然后他还要求职权 是这样的 这个我还真的还没有研究他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一般使用权在授权的时候 是会分享去授权 还是所谓会一起 因为像我们接触很多都是网红作业配 跟他作业配他的直播影片一定是要留下来的 然后他让厂商去用他的影片 都是跟厂商说你只能直接用我留下来的这个连结 你不能再把它比如说重置 我用方式去把你网路上的这个直播影片抓下来 然后传到你自己的网站上 对 我们比较多碰到的是这种方式 但是刚提的那个问题真的还蛮好的 我让他发表意见吗 这才你的观点其实很简单 他只有去看清理的技术 不然我们上次来说他比较公开消息 因为我刚刚后面那个 有没有任意水血这个药剂 它不是必然的药剂 它是有包涵这个东西 算是其他 可是你只要是在网路上 他现在一次来一次看公开消息 就是你前面就得有限的那种东西 它就是所谓的公开消息 那你网路上的算数其实就是公开消息 它是包含公众可以任意选的这时间地 不是说网路加上公众可以任意选的这时间地 可以任意选的这时间地 可以任意选的那种东西 所以说如果我取得的 某个著作的公开的传出权 那我不管是我要直播或是录影后的 你只要是用网路的方式去传送的 所以它的原文是包含公众可以任意选的这时间地 但国际上并不是公众可以任意选的 加透过网路才可以任意选的 它的原文是这样的 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散步 散步是指说我把著作的原件 或是从置物呢 以转所有权的方式去把它流通 所以比如说今天 一本那个小说出版之后啊 每一本书店里面摆的都是 那个小说原作的重置物 然后书店在卖 或是我买了二手在卖出去 这都是一个流 就是以转所有权的流通方式 所以它叫散步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时候 像作者他会跟不同国家的出版 这个签约是为什么 他除了翻译的问题之外 他在每个国家 他都有不同的出版社 在那个国家里面 帮他去做出售那些小说的行为 但他一定要给出版社散步的权利啊 所以呢 这个散步就是指说我可不可以去把它原 把他的著作的原件 就是原著作 或是把它重置完之后的重置物呢 再任意的把它 不管是卖或是送人 不管是有偿或无偿 不管我只要拿到报酬还是不用 我就可以把它任意的转手出去 这个是散步群的部分 公众两个字的意思是说公开跟私下给个人 或者是多数人都算公众 我们讲的公众是指你没有特定是谁 没有特定是谁 没有一个很特定的群体 比如说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这一我们这场讲座 一定要采报名制 有报名的人才能进来的话 那你们其实是特定的群体 你们就不是公众了 OK 对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公开讲座 比如我在比如说像成品书店 有时候不是会有设一个座位区 可是就算我没有在座位区里面 我站在旁边我也可以听 他们也不采报名制的话 就是其实你任何人经过都可以听到那场讲座 那些人他都是不特定的公众 就是我没有一个局限的团体 我没有一个特定的团体的范围 而且等一下就是我在学校常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老师他自己知道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自己做私底下的奖励 不管是自己留着或者是怎么样 他因为没有跟原作者联系 所以他当然知道他第一步这样做 就是侵犯做作权 然后如果他又说 学生一定要一对一私底下跟他索取 他才愿意给这个学生的话 他给学生的这个动作不是公众 那这样他有犯了善故 多一条犯善故的这个问题 老师这个行为其实还要讨论他有没有符合合理使用 我们先不要讲合理使用 他当然知道他现在做这个东西的第一步 他就已经先违反作权 因为他没有联络也没有得到授权 然后他只说他只愿意一对一私下给 他这样的方式避得掉公众 然后更善故这个问题 但是他有限定是哪些学生吗 而且然后他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出去 就比方说他上课的学生 而且不是直接主动给 你是说你要来跟我联络索取才会给你 那这样这个状态 对于那个老师的眼睛 他有必要散布这个问题吗 所以老师用了别人的东西做了讲义 对 然后跟学生说这个我们只能一对一私底下给你 对 但是只限定他这个班上的学生 对 就是我在实务上会遇到一个经验是 他自己当然知道说他本身已经是处于 快要到黑色的第一步就是不对了 你说他不想要错上加错 所以他可能就想躲散布这个问题 那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规避散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 还是说其实根本这样还是会多加一条散布 我觉得老师这样子只是被多加一条散布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你这样什么所谓的私下要一对一这样子 对因为老师他可能说未经原本原作的同意 他就打他的东西来当成自己的教材 或者自己稍微改编一下当自己的教材 这件事情就已经有改作或是重置人家的著作的问题了 所以我刚刚就讲说第一步他就错了 第一步他就错了 那我现在只在问说他躲不躲的叫散布这一点 他如果这个有时候要看个案 我必须来讲我们法律很多问题常常都会讲要看个案 因为假设说他这个班一直开 然后每个班的学生都用这个方式去给他 他其实已经间接变成有点类似公众的效果了 对因为他如果这个班就一直开啊 然后这个教材就一直用这种方式给出去 但他其实有间接达成类似我们跟公众去散布的效果 实际上的法院班会根据实际上的情况有很高的裁量权说 他如果散布这一条的话会加安全 对 因为法律我必须来讲就是 有时候我们自己念也都觉得说 为什么法律不能只单纯看法条怎么解释 对 我们有时候在个案上为什么会出现 好像跟只看法条的感觉不一样 就是因为像您讲这个状况啊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老师是一直在开这个班 或者他开了很多这个班 同时开了很多这个班 然后学生非常的多 然后一直都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东西给出去的话 他其实达成的效果跟我今天跟公众散布的效果 已经非常像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你间接其实有达成到这个效果 所以也许他还是会成立散布 可是假设他真的就是这个班就结束了 那也许法官就会觉得说可能没有 因为你有局限就是这个学生的这个范围 但是你第一步错了还是错了 只是可能没有再加上一个散布的问题 那我们讲的清权呢 其实就是指说 我用上面我们列举讲的那些使用方式的时候 都是没有经过著作权同意的 你没有经过他同意让你这样子用 或是他没有授权你可以这样子用 我们就有清权的问题 所以或者是啊 我们刚刚最前面讲那个人格权的部分 我不是怎么用嘛 我是做了一些事情造成你人格权 有违反我们刚刚讲的那三点的时候 我也是清权 所以清权讲的就是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触犯了他的一些权利 然后做作权很特别是说 他有民事或是刑事的责任 民事可能就是一些赔钱啊 或是你被要求要给人家道歉啊 或是被附加一些其他的行为啦 可能说我以后都要跟你合作 附加有一些行为的要求 这个是属于民事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讲民事最常都是赔钱啦 刑事就是你要 你有可能会有要被拘役要被关 或是被医科罚金 这个是刑事的部分 那怎么分呢 就是看除了看那个单位之外啊 你民事不会见到的人叫做检察官 所以那个可能就是会有民事跟刑事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做一件清权的事情之后呢 他先被告他先去见检察官 然后进了法院 然后去看刑事的责任 那因为你刑事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对方也可以跟你求偿 所以你可能一件事情 你同事又要打民事又要打刑事 这个就很麻烦 但是当然有些状况可能 对方不想告你刑事或对方不想告你民事 这都是他都是对方可以选择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著作权他是会有民事跟刑事的责任 那他后来有造成一些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有刑事嘛 所以有些令人诟病的就是可能著作权 他只要去告到警察 告到检察官那边 然后都是检察官在帮他调查 他可能只要跟检察官说 有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迹象 他可能说某个网站 都在上传我的影片 可能他是个电影公司 他就说某个网站都在上传我的影片 可是那个网站到底是谁的 他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检察官去帮他调查的 所以后来很多人会觉得说 著作权有刑事很讨厌的是因为 不管你的行为严不严重 人家都要去告刑事 因为你到底是谁 或是要让你出面 他觉得找检察官来调查你最方便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有刑事好像 有一些人会有觉得说 这个需要被讨论 所以这个就是 著作权也蛮特别的地方 请问一个问题 除了著作权者以外 还有谁可以主张著作人格权 著作人格权 只有著作人可以主张 所以如果著作人 或者是他死掉之后 他的 人格权会因为他去世就消灭了 因为他就是跟着人的 所以如果 如果著作人死掉之后 这个 这个著作被用一些方式 就是比如说 就是要污蔑他 或者是用一些 因为改作还有材权的问题 但是 就比方说像刚刚讲的那种 经纪人把作者的作品 发表出的这件事情 在 在著作人死亡之后 他就没有任何侵权的问题 你说公开发表权 对 不是 那个 幸福表示权跟他前面的问题 那就是 公开发表权 哦 对公开发表权 对 因为 作产 财产权应该是可以继承的 对 财产权可以继承的 人格学是跟着人的 所以 他不能被继承 经纪人 在他 去世之后 把他公开 这应该没有人格权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然后又有 人格权不能继承吗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 那个 老师的例子 他有可能 他为什么有可能会有 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 他的前提是指 你其实有侵权的行为 但是可能法律上有 定了一些 合理使用的 样态 是你符合的 所以你就例外的 虽然你有侵权的行为 可是你没有犯 你没有侵权的责任 那 合理使用呢 虽然法律是有规定一些 直接有规定一些要件 可是我们并不是说 你只要符合这个要件 就一定没事 我们还是要去看 这四个要件 到底有没有在你个案上符合 或者说 我是拿去做公益 我是拿去做公益 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成立合理使用呢 或者是人家会觉得说 他明明是拿去商业使用 为什么他有成立合理使用 那都是因为我们要看他利用的目的跟性质是什么 那其实常常会成立的就是可能他对于公众利益是有帮助的 这个是最常容易成立的一个要的一个原因啦 第二个就是看你著作的性质 就是要看说你使用的这个比如说叶数啊 显示样态或是已经发行的个案情绪去看你这个利用的著作的性质是什么 再来就是你利用的质量在整个著作中所占的比 就是我要看你到底用人家的著作的值跟量大概是多少 比如说一本书六十页你几乎超有他五十页 这个就是量真的太超过合理的范围了 或者是你虽然可能只是引用了他少少的一部分 可是那少少的一部分刚好就是他原著作里面的核心精华的话 那这个我们就会觉得你虽然可能量很少 可是你用的值很重了 所以这一点也没有成立 再来呢我们还要看一点啊 就是说你利用之后呢 会不会对原著作的价值有产生一些影响 像现在社会上还在观望的就是古阿諾的案例啦 那当然对电影公司来讲他就会觉得说 古阿諾把虽然把整个电影可能剪辑只有一分钟或是三分钟 跟你说电影电影120分钟比起来好像很少啊 可是对电影公司来讲呢他就觉得你可能把我重要的片段都剪出来了 或者是你这样讲解完之后观众觉得说 欸我好像已经大概在演什么了 我也没必要去再去看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对他这个著作价值有产生一些影响啦 就是下面这个 利用结果对著作潜在的市场跟现在价值有没有影响 所以其实古阿諾那个案例呢 电影公司最在意的是第四点 还有说他应该是有用到一些非法流出的片源 因为如果说你们可以去看可能可以去翻一下以前古阿諾的影片 他有些东西在他这个几分钟讲完一部电影的那个影片出来的时候 他里面有些片段是电影公司那时候做宣传的预告片看不到的 所以电影公司就非常合理的怀疑他一定是有拿有盗版的东西 然后把它剪到他的这个作品里面 然后可能造成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就觉得 我好像把关键点都看完了 或者是说古阿諾把他讲的真的很烂 然后就消费者就失去那个要去看这部电影的兴趣了 所以电影公司就会觉得说你这样让我们的票房不好啊 或者是其实我觉得电影公司最在意就是造成他票房不好这件事啊 然后当然因为古阿諾那边也觉得说他没有合理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是报导 或者是其他政大目的的必要行为 再来就是他还涉及到我们著作权一直在讨论的议题叫做这个 亏捷胁使用 就是我到底符不符合那种情形下的合理使用 那就是他们在讨论的部分 所以他那个案子还没有出判决啦 所以也不知道最后把关怎么去看 之前看新闻他们是有在劝调解 台湾有告吗 台湾有告他就是在台湾被告的 还没出来 那之前看新闻是 因为我们现在法院都会比较希望说你们双方可以自己和解啦 所以之前看新闻是法官在劝他们你们要不要自己谈一谈和解掉 所以现在还没有出判决 所以假设说他们自己和解掉了 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案例在法院来讲到底是什么情形 因为他们自己和解掉了 法官就不用判了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说他们和解没有谈成 法官就一定要省说那你到底有没有侵害人家的著作权 那个时候他的这种使用情形到底有没有构成 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出来 所以他这个省很久是没有错 因为他经过了检察官先要侦查 确定起诉之后才要送法院 所以这个前后时间会感觉他上新闻之后到现在发生很久 我想先选一下 就这样讲到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如果不管是批告他人或者是被告 都是要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地国家 用当地国家的司法来处理 对不对 比方说我在台湾去侵犯的一个美国人的著作群 那美国人要来对我提告的话 是要到台湾来 然后以台湾的法律来扣告 然后以台湾的服务权法来扣告 对 那如果像你台湾或者是很多所加弊 直接没有邦交也没有司法条约部署 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 他就要跨海来 对他要跨海来 跨海来 所以我们的司法可以承认一个跟我们没有国家 没有邦交或者是没有签司法部署条约的著作的情况发生 也都还是成立的 这个我们要看到有没有互惠 就是那个国家跟我们的著作群法是不是平等互惠的关系 比如说他保不保障外国人包含台湾人的著作群 那如果他也保障的话 那他来这边主张说他的著作群被侵害 我们也保障他 这个我们是讲一个平等互惠的一个精神 那跟签司法互助好像比较没有太大的关联 因为司法互助常是发生在说 我要不要把他移送回他的国家 OK 所以如果对方的国家本身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法院被审核 说没有达到平等互助条约的情况之下 那个国家的人来台湾告我们 那我们也可以不受理 我们可能会说他没有享有著作群 OK 对但是这个状况真的很少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依照WTO的一个公约 去订定他们 再去订定他们的自己的一些著作群法的详细的规范 所以其实大家的标准都差不多 自由世界国家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比如说跟大陆之间跟俄罗斯之间 跟其他的特别是非自由世界国家 这就很尴尬了 对那大陆那边更特别的是 大陆有版权登记制度 就是著作权登记 那虽然他们 他们虽然也是说著作不以登记为必要 所以应该也是完成之后就有著作权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常常用这个东西来叼你 是因为他们觉得 你有去登记过的这个证书是最直接有效证 所以很多很多台湾台商或是台湾的著作人 觉得说他去大陆要告侵权什么的 都一直被卡关 常常是卡在说他要怎么去证明这个东西的权利 真的是他的 还有他要怎么去取证对方有侵害他的权利 他要怎么去证明是他的呢 我们现在在台湾就是说我有提交一些创作过程 或者是我第一次发表有发表在 可能我就是跟公司签约出版的 那可能就是用这个签约的时间 或是以出版的时间去证明说这个东西是我的 可是这个状况在大陆就会变成说 因为他们有一个登记制度去辅佐 会造成很多人就没有去做登记的时候 法院或是对方就回你一句说 你到底要怎么证 那你可能就非常辛苦的去准备一些创作过程的东西 然后他们又卡在你去说 我怎么知道这是你现在才临时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在大陆那边常常卡关的是这个证明的问题 其实比较少我们几乎是没有听到说 他不承认我们的著作权 他们不承认常常是因为证明上的问题 而不是说没有什么司法互助啊 或是平等互惠的关系 那你应该说 大陆那国家不会遇到你登记那个自己的自己 然后就被扣定了 对 因为像我前阵子才听到一个案例是 他其实跟电影电视改变有关系 就是我们台湾这边是那个原著作人 他当初跟大陆的一些电影公司谈好 让他们去拍成电影 然后合约里面其实也有写 这个电影产出的任何的创作结果 都还是我们台湾这边的那个著作人去享有嘛 可是对方后来就还是继续在大陆去拍 一直往下拍 对 然后后来台湾这边就去大陆要去告他 人家自然就拿了很多版权登记证书出来 他就是去登记说 我有剧本的著作权 我有电影影片的著作权 他就是拿了一堆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我们台湾这边就一直很努力的要去证明 然后就觉得很累 对所以常常去大陆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或者是觉得很困难是卡在这一关 对 当然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大陆故意设这个版权登记证书去间接去卡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比较常见的问题会是因为现在的网路很发达 所以变成在网路上的侵犬行为很难去界定它的发生 就是比方说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一个日本人在台湾抄了韩国人的书座 传到澳洲的网站上给各位看 这种复杂的情况那到底就是 真的要告的话 那那个被侵犯的韩国人要去哪里告就能不能 对 所以网路上常发生说我无法知道那个账号到底是谁的 而且像平台他也不可能因为你去跟他讲说有这件事 他就把对方的个字给你 但是即使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确定那个人就是谁 但是著作 因为刚刚是讲说是在侵犬行为发生的地方 那这个侵犬行为发生的地方到底是他抄文章的台湾 还是他上传的伺服器所在的澳洲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 对啊 可是他仍用在台湾然后上传到澳洲的网站 然后看了说不定还限定是英国人 那这样应该怎么办 对 这样超习惯 还算是公众 他是公众吗 其实我刚刚也想过 就是因为你说你有提到是特定群体 但是这个群体可能大家多想 如果我限定一个群体是有台湾人可以看 但我觉得他算是公众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讲特定可能是有设限 就是更进一步的门槛啊 一定要会员一定要报名制 或者是像你们讲说限定台湾 其实你也报名台湾那我是给谁看 可是如果说有某个人他有 比如说一个YouTuber他有100万的订阅金 他只限定他的订阅者可以干吗 就只限定我到这一天前的 我要回你一句很讨厌的话 看个案 对 看个案 对 没错 对 其实像这种可能真的是 会要看金数啦 也会去用人数去判断啊 我是比较好奇那个 侵权发生地这件事情 因为在网络上我们很难建立 侵权在哪里 其实通常 通常你找律师 律师他也没办法马上告诉你 他也没办法很明确告诉你 你应该在哪里告 但是我们会很明确告诉你说 如果你知道他人现在在台湾 你就是要台湾告他 对 但如果说他要他回日本了怎么办 那你就在想办法找出他现在住在日本哪里 因为这个有个问题是说 法院他要叫他出来开庭一定要通知他嘛 那我们一定要让法院知道他住哪里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之后 还要给法院一个地址 这样法院才能去通知叫他来 所以如果今天跑去跟检察官说 我知道那个某某某有侵权 然后我要告他 然后检察官问你说 那你知道他住哪里吗 我要发传票给他 我要发开庭通知给他 结果你刚刚说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其实检察官他可能 他们如果是台湾人 然后你也有他的身份证 他会先发到他的户籍地 可是如果你说像外国人这种 他到底在哪里租房的这些 如果比较难查的话 检察官不可能随便就发一通通知出去 那如果一个人已经收到船票 但是没有被通气 他还可以住 他没有被通气 他可以出国 所以如果我现在收到 你就赶快逃回 其实技术上是可惜的 你在被发通气之前 跑掉是可惜的啦 但是如果你跑掉之后 他开始发通气 你就不要回来了 你在海关就会被抓起来 剩半小时 这个问题先写下来 接触我们在 私下在握 那这边就是 很常见的一些合理使用的情况 像第一种就是 我自己在家里用 或者是我自己家里面在用 就是更小的一个场所 像 你说MP3里面的音乐 就是我自己在听 这可能有合理使用 或者是我就是在我自己家里面 在用这个东西 那就会觉得说啊 就是合理使用嘛 你这么小的一个场域 又是非营利 然后第二个呢 是媒体最爱用的 叫做报导的必要范围内 或者是第三个 为报导的这个正当目的呢 去用了人家的著作 这两个其实是媒体最喜欢 主张说我可以随意的去抄其他台 新闻报导的理由 可是前阵子大家可以去看 苹果有告那个中天 苹果有告中天 那中天的答辩当然就是说 苹果有合理使用 可是后来不成立哦 因为 呃 法官觉得苹果的报导 其实他们有做一些很精心的 搜集访问整理 所以其实不是你单纯 单纯想要怎么写去乘入事实 就会写成那样的 然后你中 所以他其实已经有点跳脱 所以我只是单纯在叙述一个事情的发生 苹果是有很用心的去做一些 访问啊 访谈 资料搜集资料研究 然后去整理一个类似专题报导的东西 甚至是可能 他拍的那个影片真的是独家 而不是你随便那天大家到场都拍得到的一些影像 那所以法官就觉得说 苹果做出来这个报导本身已经有受著作群的保护了 那你中天竟然就这样直接把它翻拍走 直接拿去用直接拿去报导 这个其实他也觉得真没有合理使用的情形 所以中天被苹果告那个案例就是 已经就是应该是还蛮出很多媒体的意外 因为通常这两个都是万用条关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很常看到这个部分 然后到最后一个就是很多老师会遇到的 他为了教育目的可能在课堂上去播一些影片 这个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会整理一些其他的讲义或课本 整理出来去做教学 那这可能都是最后一点这个教育目的可以去合理使用 排除掉的 其实今天本来主题是他 但是大家的问题都非常的好 所以就有点拖到时间 这个影片我们回头再来听好了 2017年的时候呢 中国有嘻哈这个歌手徐珍珍 他那时候出了一首歌叫做《当你走了》 结果在大陆的讨论板上 他就被贴了一个抄袭的标签 因为网民发现说他的开头的前奏跟中间的背景音乐 分别抄了一个日本歌手跟一个韩国团体的歌曲 然后徐珍珍他的抗辩是说 第一个我们嘻哈文化里面采样这件事情是大家常来做的事情 采样就是去从别人的作品里面去采集一部分出来 当作我的音乐资源包 然后徐珍珍说 其实我的这个采样这也不是我自己去采样的 我也是去买了取得人家的采样包拿来用的 所以我都不知道啊 这个不是我自己去弄的 然后但是他有说 他说我觉得是还蛮像的啦 他有说确实是蛮像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歌手采样包也不是我做的 他是这样子去讲的 那单纯我们讲说 他前奏这些像他可能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讲重制嘛 因为你有歌曲包 你一定是从别人的歌曲去重制他那个档案 重制他那个音乐拿过来用 你就一定有重制的行为 然后你用了这些音乐的音源包 再做成自己的歌你就有改作 可能你甚至有编辑啊 因为把很多不同歌手的歌都把它采集在一起 把它逗在一起 那是很有编辑的也有编辑的问题 好这个是他的现身说法的 对就是他说 我就是用采样嘛 不是我做的 确实是有像 但是我不认识他们 好 后来呢 其实直接这个案例是要引后面的内容啦 就是他有给出他到底跟谁拿采样包 是这个Youtube 这个Youtube我昨天看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撤掉了 所以我找不到他最画面上的这一条Youtube 那Youtube上面这个Youtube他把这个音源包放上来的时候 他其实在影片这个叙述里面他有讲说 他有用到一个日本歌曲里面的吉他部分 所以这个采样包其实是有讲出来说 我有用到别人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个警讯就是 他的采样包本身可能已经先侵害了人家的著作权了 然后徐珍珍可能因为不知道 他就跟着用 所以他也跟着就侵害人家的著作权了 所以其实徐珍珍这件事情啊 他就是犯了一个大家在用网路资源的时候 都常常会犯了一些问题 我是比较诙谐的去把它分类啦 第一个就是说我真的是无辜 我是被拖累的 因为比如说你看 可能一些特殊的创作习惯跟文化 他跟著作群可能有一点冲突 像刚刚讲的音乐 嘻哈音乐很常做一些采样 他们觉得我去人家的歌曲里面做一些采样是很正常的事情 或者是说动漫同仁作品 他们同仁为什么会发迹呢 就是因为他们会去对原作去做改编啊 去做续写啊 所以他们可能这个文化很红很起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也都没有意识到说我做这件事情是有侵害出作权的 第二个就是来源本身可能本来就清悬了 他可能反正就不合法 但是我相信他 因为我是找他说他同意让我用嘛 可是他没有他可能就没有告诉我说 诶其实我也是拿别人的东西哦 所以我就不小心跟着清悬了 好那当然有时候会发生说 诶你都在推脱 可是有时候这些你表明说我真的是无辜的一些说法 有些个案上法官会觉得你也有错 为什么 因为法官会觉得有一些情况下你应该是应该 你应该要有这些意识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专业的音乐人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要去用这些音乐素材的时候 要去确定他来源合不合法 或者是说像这些网路卖衣服的 或是你是都是去跟人家做大量采购的 你都你已经是这个算是有一些专业 有一些经营规模的人 你怎么可能会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或者说以你们这个产业的心态 那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要去做多加做确认呢 虽然你可能是真的不小心踩到人家的线 但是法官会觉得你应该你非常的 你非常的不去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这些说辞可能在法院上 没办法让你完全脱身 第二种就是你有点心存侥幸 你觉得我只是偷偷用一下不会被发现 或者是你就是社公开啊 你社公开不是要给人家看给人家用的吗 然后第三种就是我常常最无奈就是 大家都这样做啊为什么不可以 这个会发生在什么呢 就是网拍 我们有很多遇到的案件呢 就是他网拍他去直接用可能原厂的照片 或者是他就直接上网随手抓一些照片 然后贴在自己的卖场上面 那可能刚好就是那个原厂厂商看到他了嘛 然后就发现说 我虽然你虽然卖我的东西 可是我没有同意你可以这样直接用 拍出来的精美的形容照 所以我要告你著作权侵害 那这时候那个商家可能就会又说 可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做吗 然后我也是在卖你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可以用你的图片 所以可是这件事情在著作权法上其实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第三种就是他粗心大意了啦 他有很认真的去跟人家谈授权 可是可能在一些授权范围的理解上面 他理解错了 或是他也觉得他也有点心存侥幸 觉得说我已经跟你谈授权 那我偷偷越一点见应该没关系吧 比如人家到底给你的是可以商业使用 还是不能商业使用呢 你可以改编编辑改作或重置吗 你用完之后你的东西可以放在网路上 还是有限制一些使用通路呢 然后或者是你一定要标示出处吗 最后一种也是还蛮常发生的啦 我今天可能为了拍这个电视剧 去跟你调小说的授权 那我可以理所当然的说 那我要跟着拍电影的授权 然后不再另外跟你谈吗 这是不行的 但是很多人会误会 然后就不小心彩线了啦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要再多想一想 怎么去理解这个授权范围 那到底要怎么去确认我的授权范围呢 我们列了一些几个基本的要件 大家以后如果涉及到授权的一些 条款要看的话可以去用这个方式去检查 第一个你要确定人家给你的授权的东西 是不是你想要的 还是说其实他给你的东西不是你要的那一个 还是说像那种集管团体 或是之前讲的这个KTV卡拉OK半唱带 他们都会说我要给你一包 我要捆绑好几个给你 但是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是你要的 其他不是你要的 这个你要确定说你的授权标的有哪些 第二个就是人家给你的授权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永久呢还是是有时间期限的 这个就是你可以使用合法使用的时间 第三种就是授权不见得一定要把 我们刚刚前面看的那些使用方式都给你 他们会通常授权会挑给你 可能你今天只是像我们讲漫威电影啊 蜘蛛人他今天就有新闻了嘛 蜘蛛人他漫画OK 有他漫画在这个漫威这边 那索尼他可以干嘛 他可以拍电影 可是我们会发现好像有很多英雄电影 除了出现在电影上面他后来也出了影集版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我可以拍电影可以拍电视剧 他是可以分开的 所以有时候对方给你的授权使用太阳 他就会去分得这么细 你拿到他的同意了 但是你拿到同意之后你可以去做什么 我可以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吗 还是其实对方是有给我一些限制的 我只能拍电影 我只能拍成电视剧 还是我只能演舞台剧等等的 这个必须要去注意啦 可是大部分的授权呢 会用我们刚刚讲的 你可以改作 你可以重制 大家基本上都会先用著作权坊上的那些用语 去把它列出来 然后可能再进一步的呢 去附加一些特殊的条款 去帮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要件 然后再来就是授权地区 因为像你说 像小说翻译啊书籍翻译 它会有一些授权地区的问题 然后可能简体版 它只能授权 只可以在中国大陆里面做简体版 然后日本那边 你只能在日本里面做日文版 然后这个会有授权地区的绑定 那这些是一些很常见的特殊条款 像 像做影视视听的啊 或者是音乐这些的 它们常常流通管道指的是 我可以在网路上放吗 那网路上可能又进一步去界定说 我只能在哪些网站上面 而不是只要是网路上都可以 好像 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 像爱奇艺这种影音平台啊 它们要去谈这些电视电影的播放的 这些相关的权利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去报说 你只能在你的网站板 然后网址是哪一个 你只能在你的APP上面 你的APP是哪一个去播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已经讲好 就是在这两个管道去播 结果我后来开发出第三支APP的时候 它就不在这两个里面了 所以可能这个爱奇艺它可能就要再重新去跟这些片商谈 这个就是流通管道 然后或者是说商业非商业的用途啊 还有很特殊的是有时候像 我们有遇过那种业配的直播主 他授权厂商去使用他的影片 他是用次数去算的 比如说你厂商可以拿我的直播影片 在自己的粉专上面在做一些宣传的时候 你可能只能在播放五四 就是你只能在脑的影片去发五篇新的动态 发完这五篇之后你就不可以再发了 或是你东西漫完之后 你就要把它全部都撤下 就不能再出现了 这个是有一些业配会出现的一些条款 好像比较大牌的艺人可能还会去要求说 你不可以随意使用我的肖像啊 你要用我的影片你要用我讲的那些文字 你只能直接转发我的动态 你不可以自己再复制贴上去 有些比较大牌的要求又更多了 所以使用次数也要注意 因为有时候会发生使用次数去算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姓名标示的方式啊 因为我们有我们会讲说你要用合理的方式去标示人家的性 那这个合理的方式不见得说一定要在一个很大的版面告诉大家 那个是谁的 但是我可以让大家可以接触到 比如说一本书里面我可能同时引用了很多人的一些资料 所以我可能为了排版好看期间呢 我就把它放在最后面 或者像电影跑马灯跑完会有一些鸣谢这种的片段的栏位嘛 这些都是合理的标示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对方有一些很特别的要求 比如说你这个首页进来就要看到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要出现在书腰上面等等的 这个是对方可以要求的权利没有错啦 好那下面就是我们创用CC条款的一个也是蛮特别 叫做你要求你要用相同的方式再分享出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条款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免费屠库的授权条款 因为Shutterstock的条款比较详细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免费屠库的好了 这样看得到吗 是不是像头领那位 好 好再放到 好再放到 Shutterstock它有分成说 它有你看它有内容影片图片音乐报道跟视觉化内容 而且它都有在进一步去定义 它讲的内容是指什么 影片是指什么 然后图片是指什么 它这些它有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定义 让你知道说它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看它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说它的授权条款 并不是非常的 概括性的去讲说它这些东西怎么去授权 它都给它们分篇章 你看像视觉化的内容授权呢 它就分了图片授权 它就有分标准版的图片授权 你可以怎么用呢 你可以做一些数位重置 以实体的印刷方式 用在产品包装啊标签等等的 可是你看哦 它有做这个次数的限制了 图片的重置总计不可以超过50万次 它这边就有去说 你虽然可以做实体印刷 但是你不可以超过50万次 它就有绑次数的限制 你也可以用在户外的广告活动 但是你看哦 活动的目标受众的总视听印象数目 不可以超过50万次 可是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是要怎么 它要怎么去计算 它要站在那个看板下面按马表吗 再来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用于这个媒体散布的这些影音上面 而且你也不用考虑观众的规模 但是你看它说这个你的作品预算不可以超过1万美元 我就是我可以拿你东西用在我制作这个东西上面 但是我制作成本不可以超过1万美元 所以它是有一个成本规模的限制的 好第五个它说你只可以用于个人的用途哦 所以你不可以再转售下载或发行 它又再分了一个叫做进阶版图片授权 什么叫进阶版就是 警线1到5人以上的使用者 及进阶版图片授权使用 所以它的图铺里面会再去区分这些东西 然后团体方案 进阶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预算1万美元 五十万次 你在进阶版就没有这些限制了 而且你可以用来销售或促销发行的商品 可以用在商品上 再来你也可以用来装饰你的商业空间 或者是可以用于销售或发行用的数位半本元素 所以进阶版它有第一个它取消了 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些次数的限制 预算的限制 然后它也有包含了一些商业用途的 比较容易用到的需要用到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商业空间的壁的话 可能我要装饰店链嘛 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方案 或者是我做了一些文宣品商品的时候 我是可以拿来卖的 再来就是它也还有这份影片授权 它有说透过网络或社群媒体 利用所谓应用程式展示 应用程式可能就是说在手机的应用程式 电脑的应用程式等等 你可以展示或散布这些多媒体作品 但是它也有去限制观众不可以超过50万名 那如果也是跟现场演出有关呢 它也是有限制说观众不可以超过50万名 第三个就是你可以用在网站上面 它有一个免费影片授权 它讲说你可以用来测试啊做范本啊 做一些粗简评估素材 你免费使用的方式呢 使用这个有补水音跟低节性度的影片 可是它有讲它并未允许你可以公开展示或散布 或是把这个影片呢纳入任何的最终素材里面 你可以编辑可是你不可以删除或更改它的浮水音 所以其实Shutterstock它的那个条款写得很详细 然后会针对不同的状况有做一些不同的限制啦 但是它蛮喜欢用50万这个数字的 报导授权可能就是像之前做这个采访编辑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用到它讲的这一块吧 报导授权可是它说你仅限隐次 单次使用 什么叫单次使用呢 它有句说明哦 就是你可以在单一时间单一情境下 使用这个报导的内容 那你的报导用途是什么呢 用于值得报导或赋予人情味的内容描述 而且你这个报导可能不能有这个广告或销售的商业用途啦 可能你的报导是有那一些业配进来的 它这边有讲一些静止哦 它有讲静止的条款了 就是指说你用它规定以外的方式去使用 或者是以会感受到冒犯的方式去描绘视觉化内容描述的人物 其实就是讲说因为它授权你的东西里面可能是有model的 可能里面是有人或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人啦 那你不可以用一些让这个人感觉到不舒服的方式去使用它 所以它有举一些说你会不会拿去做色情作品啊成人影片啊 或是你拿去卖香烟广告或促销或是你拿去做正式宣传 所以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一条可能是我们的现在选举到了吧 大家的小编就要注意这一点 这里呢有一个 它说你会不会用明示或合理暗示的方式呢 假称这个内容是你 或者是任何不是原作人 它创作的东西 就是我有正当的来这边 可能买了授权 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不需要特别买什么授权 你就可以当我下来用嘛 可是我用了之后可能虽然说这个网站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标示做的是谁 可是呢我可能用一些方式让人家误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 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 他就是不是原作者 诶 怎么会这样 弯到了 弯到了 对你弯到了 还有十分 时间到我都会断电 是哦 哈哈哈哈 好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它音乐跟影片的比较像 但是它并没有去防什么受众十万人 可是你看它也有一个免费版的话你可以拿来做些测试或样本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Sharter Stock的 因为它这个还不错是因为它有中文版 然后中文版也没有翻得很奇怪 然后这样到音乐就差不多了 好它有决定赔偿责任哦 就是当你违反它上面讲的那些限制的时候 你是会有赔偿责任的哦 然后它甚至还有这个 它还有设一些金额的门槛 那我尾巴讲一点这个好了 还是说大家想要QA 你们想要听这个我们还是要有点时间做QA的 我们当中问完的吧 就是你们你们想现在想要开始QA 还是说想要听一下这个部分 问完的时候没有就讲一下 哦好好那你们想要QA吗 就是刚刚有讲说形式跟仪式 那我现在假设我觉得我不小心侵犬我还负得出钱 或者是我感觉我合理使用 那我反正最差我也可以付钱 那我又不想要行事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事情进去 有没有去判断你 其实其实台湾大部分的人做法 他不会没有先警告你的情况 他就直接把我告你了吧 所以你有可能会发生说其实你会收到一些通知信 可能是律师发给你的 或是对方直接发给你 然后就跟你说 哎你有这个侵犬的问题 那他可能会跟你说那你就是赶快下架 或者是你要来跟我谈和解 所以如果说像你讲的 你有这个我不得出钱 然后我不想要吃官司的想法 你可能在这个阶段就要赶快跟人家谈 就主动去跟人家谈和解 但是也有可能说对方 因为像刚刚讲的 因为检调他们有办法查得出这个IP是谁的 就是他们可以动用的调查的资源比较大 所以如果说对方他今天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 或是他不知道你的地址 然后他让检调去找你 那其实像检察官就是在侦察厅啊 或是你真的不小心进法院了 法官他们都会先劝你和解 然后这个时候当然你和解意愿蛮高的话 你就可以跟对方谈 可是有时候对方也有可能会看准说 你好像还蛮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他可能就会趁机 可能就是跟你要很多的钱 但是你可能就要评估一下那个钱 你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的理解是只要能行事 我都会能以行逼迷吧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只要是决心办这么多钱 或只要达行事压力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手段啊 但是通常啊都是因为可能 对方一开始他很不想谈 我说的对方是那个侵权人 就是如果说侵权人他一直表现的 他很不想离遇 他不想出面 那我们就会以行逼迷嘛 这个是没错 那当然如果说你后来愿意跟人家谈和解了 你可以跟他谈的条件叫做他要撤稿 对他要去撤稿 他不能说你赔钱给他之后 他行事还继续告你啊 那你不是和解也白贪了 对 其实这些我们台湾的检调法官 其实都会大部分啦 大部分都会去提醒这一块 对比较不会就是站在旁边 看着你们两个人看 对他们会适时的去做一些协助 对 所以如果说你是怕人家以行逼迷 然后你又可以接受他的这个赔偿条件 或是其他的和解条件 那至少你一定要 要让他能够在你们打和解答程之后呢 要叫他撤稿 不管是刑事或民事都要撤稿 对 对 现在还有时间吗 还是你们有其他的问题 我想要问 就是一开始你有提到说 那个网路上 可能有一些名字可以提出 对 所以我就抓来写Icon 来用 他是标榜 能够网站说是不赢的 嗯 他有没有那种陷阱 就是我也不想很有提出 有可能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图库 他可能你一进去啊 他的banner就是说我是free的 可是他可能会在一些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使用者条款的license里面 或者是你 他在一些比较小的说明上面 他还会去附带说 你必须是非商业使用 或者是你必须个人使用 不能公开展示 呃可以公开展示 我想个人使用是你是 一个个题库啦 你不是公司 你不是广告公司啊 或者是你不是一个商业单位 要去使用这个Icon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是 一个部落客好了 但是我没有收业配 我就只是喜欢自己 我可能自己加一个网站 记录一些我自己的东西 那我用这个Icon 进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是公司 要嫁公司的官网去招揽业务 他已经有点商业 有点达成商业目的的问题 而且我又是公司的时候 如果他的条款是 你不可以是商业使用 然后你也不可以是一些 盈利单位的话 那你下载这个Icon 虽然他是free的 可是你也有可能违反 他的这个搜寻条款 对 对 所以像 对啊 对啊 其实当然大家 网站通常不会说 让你一进来的时候 他就把那些东西讲得这么清楚 像这个一进来 他就跟你说免费正版 可是当我点进他的授权条款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 他其实有一些是不允许的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点进他的这个 使用者条款啊 license 去看一下 他到底做了什么规范 会比较保险 比如像这个 像这个shutterstock 就是这样 快速两个问题 第一个要简单就是说 不管是logo 或是内容 如果我今天用它的时候 我会用的方式 是我把它打马赛克 可是又打的是博马 所以比如说 打一个Starbucks的logo 打博马 其实大家猜得到 这样到底会不会 算是 就可以避掉 工作权的问题 再说这样会变成说 我们有在重置 或者是衍生著作 这种问题 就是我打的是马赛克 我觉得大家知道 就是一种 把它盖掉的样子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说 像学会说 你们在业界实物上 特别是有规模的 以上 就是有规模以上的公司 他们这种问题 是真的是留给创作者 或者是 在做creator 他们自己去读条款 自己去毕掉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做 做跟省的人 可以分开 他们可以先做 然后这个问题 都留给法务去审 然后两边各自分口 对 第一个的情况 是 什么情况下 他把他马赛克掉 比如说他用在他的影片 或是用在他的文章 或用在任何他的东西里面 可是他把他打了一个马赛克 他可能打部分 或者打全部 然后 可是他又不是打那种 超大马赛克的招动 然后整个大家都认不出来 那就是打个博马 就是 你可以理解的意思 就是 他有做马赛克 可是又没有做到 已经完全 比如说一个 一个 沙霸斯 他不是说马赛克 或是森林寺 大家都猜不出来 就打了一个 大家都猜得到 那就是沙霸斯 那这样还会 他这样的行为 是需要去担心著作权的问题 或者是说他不是抄袭 而是又被变成是重置 或者是衍生这样的问题 你举的例子 我的理解是 他可能用了一段影片 或是有个画面 有别人的一个图片 他把它活满掉 好 大家就给你个 scenario 就比如说 我做了一个 YouTube的影片 那我是有引力的 我有收到广名收费 然后我引用了 比如说 Starbust 的 logo Starbust 很深定的 他讲 不管是他不爽 或是他就是不要给你赚 他如果不允许引用 然后他为了 怕Starbust 这样的抗议 他就在用的时候 就发布影片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 这个Starbust 先马赛克 可是他就是因为 要走在 感觉像走在围阶上 把他打了这个博马 对 所以说每一个看影片的人 他还是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真强Starbust 那这样Starbust 本身他到底有没有 全力在 用作权来去 讨论这个影片 因为如果他没有到马赛克 这不用讲 这一定会讨论 对 我们就非常明确 打了马赛色特的行为 特别是打那种 躲马 因为有些马赛克是厚到说 其实剩下色块 眼的色块 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 看回去 那个东西 我觉得比起商标群来讲 星巴根应该更在意的是 这个影片拿去是 对他是好的宣传 还是不好的影响 所以刚刚讲里面 有第四条也是讲 他好或不好 所以就是我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故意要去规避 这些所有的来源 他才去把达马 达马的用力 就是他想规避 可是这个规避 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 我觉得 以你举的这个例子 他可能不是 诅咒群的问题 不是诅咒群的问题 对 以你举的这个情境来讲 商标群 他可能是 如果说我是 我拍了一支影片 可能要批评的品牌 或是要批评的产品 但是我不想要直接 讲出来是谁 我怕被搞嘛 所以我把他马赛克掉 如果是这个情境的话 他其实没有著作权的问题 可是想要就是 你刚刚说 我们做一段 比方说商标群的时候 你在著作权里面 所以我们故意用商标 就是比较 常发生是 我们会讲商标或产品 因为如果说今天这个影片 他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 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境的话 对方没办法拿商标权告他 那对方也没办法拿著作权告他 对 但是对方可能可以说 你做一些不实的陈述 不实的批评 就我可能要告你说 有这个侮辱啊 回种我商业名誉 对 他说他可能不会是 著作权的问题 对 然后第二个是 我是想问说 你们在业界实务上 是把这个著作权的问题 还是 就是留给创作者 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自己去看脚盘 自己去判断 还是说 他们会 创作归创作 法务归法务 然后做完之后 由法务来省这样 我讲的是比较有规模的东西啊 小公司当然就是这样 那业界到底情况是什么 因为我是在事务所里面工作啦 所以我们事务所 就是扮演法务的角色 所以像 不管是有规模的公司 或者是 我们也有接触过一些 网红或是部落客 他们 他们就是会 自己先去跟人家 谈一些商业条件 那通常是 对方会给他合约 那当然比较大 比较稳定的网红 可能有自己的合约 那他们会回来之后呢 会来找我们讨论啦 就是说 依照他们谈好的 这些条件 有没有1510的呈现在这个合约里面 或者是说 这个合约里面 有没有对他很不利的挑款 他会来找法务做建议啦 但是我们也确实会遇到一些 他们可能自己没有 他们可能觉得说 我之前谈过几次都蛮顺利的 所以这次应该也没问题吧 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去找律师 去找法务去帮忙确认这一块 但是当然啦 如果说是出版社这种公司 他们自己有法务部门的 合约或是跟法律相关的 一定会过到法务这边 但是大家一定都会希望说 你创作者本人是要有一些基础的 或者是你甚至你是做这一块 你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一块 到底有哪些条款你要注意 都会先让你 会让你知道啦 但是你说像出版社啊 大的经纪公司这一种 他们自己有法务部门的话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会过到法务这里来 对 好 谢谢大家 这个精彩的提问 还有老师的解释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今天 讲那么多啊 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 网路使用一些资源的时候 他其实有一些免费的东西 不是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是绝对免费的 那可能里面有暗藏一些 一些 呃 创作人希望大家去注意的授权条款 或者使用的规则 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OSA的其中一个专案 刚老师也有提到啊 就是创用11 创用11它其实是一个 呃 创作人在创作的时候 他在发布到网路上的时候 就会给大家先规定一个规范 就是我这东西 公开出来给大家用 大家可以怎么用 它会有一个规范的方式 总共有六种授权条款 那这边都有一些的介绍 我们有做一个网站啊 他介绍这个东西 然后除了CC授权之外 还有一个是公众领域的 这些资源 大家如果觉得 呃 使用别人的资源的时候 会有一些问题的话 不如去搜寻这些啊 有CC授权的图片 或者是 已经进入 光众领域的资源 这样对大家的使用 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么搜寻的方法很简单 比如说我打 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大家都用这个 Google search 的话 你可以在 哪边呢 假设你要找图片 对不对 就可以再 这不是Google的病 哦 这不是我的电脑 病我就不会用 抱歉 看错了 这电脑怎么那么难用 这不是我的电脑 啊 Google出现了 如果我要找 找狮子的图片 嗯 嗯 这什么东西啊 哦 就找图片对不对 然后我就可以在 还没啊 这什么东西啊 就是miss 为什么你会在 为什么你会在 翻译什么 这不是Google 这还是不是Google吗 这还是不是Google吗 你为什么在翻译没有 我刚好按到什么翻译 哦 请来干净的Google 好 再找一次试 图片对不对 我就可以选 我要怎么搜寻 工具吧 使用权限 它就会写说 允锡尾在利用 或者是 废商业用途等等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授权方式 那当然点进去之后你还是要去看它的授权 比如说这张照片呢 它是放在这边 XFace上面 你还是要去看它的授权方式 它不见得是CC的条款 当然有可能可以做商业用途 或是其他的 那如果你要找 存CC授权的图片 你可以去 CC他们自己做的 官方的工具 叫CC Search 那这边找到的 就会是 存CC的图片 那它里面的资源也很多 但是 中文不知道有没有 中文就好像没有 要打英文 没有四十筒 所以外国他们对吃的比较 比较会知道 打英文就可以看到很多 在CC授权的图片 那今天就讲到这边 可以给大家参加 那各位如果你想听什么 主题的话 也可以跟 OCF的 信箱联络 信箱在这边 之后会后织到影片上 然后我们的影片 之后会 公告在这个 或是一个网站上 那就谢谢大家参加 谢谢 再给老师早点提供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